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一期后外套的穿搭分享 最近降温降的还挺快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多注意身体 首先是这一件短款的余纹服 它是一个很温柔的细色 给你们近看一下 它的这一个面料 是带有那种牵格鸟纹路的 实物看起来它的质感真的很好 里面是做两个牛角扣的设计 它整个版型其实是有点小A字的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现在有的姐妹太短太长都不喜欢 那这一种长度的话是恰恰好的 它里面含的是九零的白鸭绒 剥起来很软很软 而且很轻盈 接着是一件黄皮草的外套 它是有做两个长短款的 我这一件是一个短款 角色的长毫无压力 它领子是一个大V的这种斑脸 像我们路出所谷 或搭配高领都很好看 它的颜色是那种卡其剑变色 还蛮独特的 它做的是这种隐形的索扣 既美观又很方便 还有搭配两个这种毛手套 这个的话我觉得还蛮暖和的 就很可爱啊 再来看一下这一件蓝色的云红 上次给你们分享了一件短款的 但有的姐妹说她想要长一点 那这一件就很合适了 它的衣裳大概是66的样子 而且版型做的真的很好 然后它的面料是那种哑光的 就会更加的实穿一些 领子可以翻开穿也可以做小地领穿 防风保暖性会更好 肩部是做的插筋秀 它会显得我们这部分很瘦 接下来这一件紫色的装服 居然我不是入了长款吗 今年他们家增加了一个中长款 大概的长度是73的样子 值得再夸奖的就是它的这一个毛领 很大的一条 而且蓬松度也不错 然后是可以拆卸的 尺码我选择的是XS 它还有XXS的选择 我建议你们可以买大一个吧 它今年还增加了一些充容量 就是比去年的会更加的软和一些 然后袖子这里也是做了收口的设计 居然是没有的 就会更加的方便一点 看一下它侧面的这个鼓部 也是做的很好的 它整个的舒适度很不错 我这一件的尺码是选择XS 它还有XXS的选择 又回到XXS的选择 so it's my absolute